如果把货币市场比作一片海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存在着一座堤坝 堤坝内本币愉快地玩耍 外海上外币沉沉浮浮 若外海风浪过大 堤坝冰于崩溃 就出现了货币危机 广义的货币危机 是指一个国家的汇率变动 超过了可承受范围的现象 狭义的货币危机 是指一国在被动的情况下 由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 引起货币危机的原因较多 汇率政策不当 外汇储备不足 财政赤字过高 经济基础薄弱 政府信任危机等 都是引起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 以巴西货币危机为例 20世纪80年代 巴西开始实行对外开放 经济迅速繁荣 然而这种繁荣是建立在 大量引进外资 过度消费基础上的虚假繁荣 实际上巴西的经济基础薄弱 出口远远小于进口 财政赤字巨大 1999年 巴西宣布其货币雷亚尔贬值 早就潜伏的危机浮出水面 市场信心崩溃 资本大量出逃 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巴西再也无法维持 与美元的固定汇率 被迫实行浮动汇率 由于当前国际经济联系密切 异国的货币危机 往往会蔓延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甚至引起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为了预防货币危机 各国都采取了一定措施 一方面完善汇率制度 实行本币管制 加强金融监管 另一方面改善国内经济环境 航实经济基础 目前 我国吸收国外货币危机的教训 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投资者提供安全的投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